为求是世界共同的语言 爱的表现 我叫他不要害羞 不管有人在没有人在 你读就是了 有人问了 什么嘴嘴 什么嘴嘴 受得远了 冷静嘴嘴 安安嘴嘴 安定嘴嘴 先用手抄写 大声朗读 最后录制成影片 再发到群组里 跟亲朋戚友分享 抄写和朗读尽诗语 是79岁的林春福 每天早上必做的另类运动 患有清光眼 听力只剩下20% 无法和其他人良好沟通 林春福一度生活在封闭的世界里 他一直讲 他身体不舒服 好像的生命 好像已经到了 除了年事已高 导致他无精打采的罪魁祸首 其实是仲廷和势力检退后 所引发的忧郁症 他在我家的时候 看到我们就抱着哭 就是又一针很严重 我们真的是 大约看很多医生 就没有束手无策 整个人也不要动 每天希望就是躺着 最好不要起来 林立香灵机一动 一句静思语 重新点燃他的希望 我就是跟爸爸讲 你看圣经要感恩 逆境要善解 就是说你现在老了有病痛 你也要很善解的去 就是面对困难的时候 你也要善解 唯一的就想到 要怎么解解 就是用到静思语给他操 这是哥哥录的 录了然后放在我们儿女群组里面的 就是鼓励他读静思语 因为有发音 他身体才会比较健康 对人生生生生意 猛烟 愚厉 愚厉 荣誓 这都是在山町走 这样我爸爸还没有认识 静思语的时候 你看他就是在那边 就是一直在躺着那边睡觉 大部分时间是在那边躺着 小小的静思语 不只让林春福 精神上有所寄托 也拉近他和亲人之间的距离 生活从此不再孤单 每天写的这个静思语 除了我们儿女还有 直儿 直女或者朋友 都会讲 叔叔我们都受医了 叔叔他也很开心 这个人很好 他看了看什么人 对人很好 没什么时候 一直在大厨 一个人要睡 一个人要睡 因为我们人家 关了关于杀这个东西 他的艺术业 我们有些人的心 也对我们精神真好 每天说好话固然重要 但家人的陪伴与鼓励 对林春福来说 或许是更好的林丹妙药 大癌新闻真善美之工 马来西亚新商报导 这一道给安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